吴子佳董事长表示 2024决定台湾未来四年 走向战争或和平 那么在20到29岁 比例超过50% 新的一年期的兵役 明年一月份就要开始了 年轻人更觉得台海问题 关系到自己 所以赖清德在国民党上万整合 最脆弱支持度不声反降 这个议题上就是把年轻人推出去 而且他认为回不来了 委员 民进党把年轻人的兵役 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年轻人有没有感觉 有 民进党要在立法院里面 推动全民防卫法 要把很多人 通通包在所谓的 战争动员的范围里面去 你说年轻人会没有感觉吗 再来 民进党自己的人 没有人进去念军校 你看啊 他什么中央委员中央 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军校出身的啊 像我们很尊敬的敬平兄 他就是年轻 就是军校毕业了 爱台湾去打拼的啊 民进党从上到下 不管选司议员 选立法委员 都没有 而且那个 他们中央党部副秘书长 这个林飞凡 还是逃兵耶 跟那个波顿一样啊 跟美国前段时间来 那国家人波顿一样 年轻人都逃兵耶 就说不当正式的兵 跑去当什么替代役 波顿是以前就是老一点的 林飞凡而已啦 那民进党是这样子 他鼓励被人打仗 所以我建议是这样子啦 如果两岸真的有必要 非打不可 那民进党的党公子人员 跟他们的家庭 列为海岸防卫队 第一批挡住解放军的登陆作战 那我们才会心甘情愿啊 对不对 不能官你们当好事你们捞 对不对 台南光电产烈都是你们在搞 对不对 捞得这个肥油肥肥肥的 你们要怎么样 身先士卒 第二个民进党的人 不要在美国有什么 儿子孙子是美国国籍的 不要赖清德对不对 以身作则找回来念金啸 对不对 不要在美国吃头鹿 证明你真的爱台湾 不你选什么台湾的总统啊 不让我笑嘛 对不对 你全家都在美国 蔡英文是一样 全家都在美国 她一个人在台湾当总统领高薪啊 这种台独谁都可以当啊 全家只有你一个人在台湾 没有美国国籍啊 那干什么 我看不懂啊 那为什么要别人拼命呢 所以我是说 如果民进党搞台独这些人 还有整天在网路上 喊台独的1450网军啊 还有周一寇啦 还有什么王定宇 这些没有当兵 站到前线打仗 所有的台湾人不要打仗 我们在后面看 打输了我们再上去 对不对 然后你们先 那打赢了 我们就在后面授薰给他 颁奖给他 对不对 这样才公平嘛 对不对 那至于年轻人会有说 赖清德有49.8会发生战争 他自己流来的啊 有为什么给他这种印象 就是你是台独今孙嘛 对不对 这是你一辈子的志愿嘛 你的血统嘛 所以赖清德应该拿AK47 整天在马路上放才对啊 不过他们台南都已经能够开88枪 这已经 那个枪已经比AK47更进步了 那说清明上战场 没有 现在民进党计划也是全民上战场 不只青年了 不只青年了 票头赖清德全民上战场 英勇为台湾牺牲 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绝种绝孙 不是这样子吗 只是那一个人不是绝子绝斯文吗 那这民进党要的啊 很勇敢啊 那就问一个问题 我们跟中国大陆为什么要打仗啊 是因为中国大陆在抢我们台积电吗 好像也不是 是抢我们的什么财产吗 也没有啊 你说我们宗教不同 你的神跟我神不同 会打了你死我活 像那个什么 在中东发生的情形吗 也不是啊 你说台湾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宗教性 你知道吗 我也看不出来 好像台湾的每一个人什么叫做性 大陆也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没有宗教问题 又同一个民族 然后又没有资源争夺 更说难听一点 找不到任何了不起的冲突啊 乌克兰今天会发生战争 还有点很大的原因 就是乌东的老百姓讲俄语 乌西的老百姓讲乌克兰语 然后基辅的政权是控制在乌西人手上 他们要强迫乌东人不可以讲俄罗斯语 只讲乌克兰语 然后不可以念柴可夫斯基 演奏他的这个乐曲 不可以念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 不可以有俄罗斯的文化 这当然是纳粹嘛 两岸也没有这个问题啊 有时候大陆上说 这个统一后你一定要念毛鱼路 也没有香港人都没念啊 对不对 所以没有这些都可以和 都可以讨好好的谈判的东西 但民进党不谈判啊 他们想要当美国人的棋子 去帮忙去当棋子牺牲了以后 想要能够消化到解放军的战力 问题是你也没有办法 消化到解放军的战力 你被吹牛了嘛 那至于说刚才那个谁 那个靳平兄说 军方的规划 还是谁的民进党的规划 发生战争的话 要把总统啊 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 先送到海外去 我跟各位讲 只要这些大官 有任何一个人逃离台湾啊 全体就停战 坐在原地不动 表示抗议 对不对 那大什么战 对 好 那我们请教左教授 我们可以看到 那赖清德当然知道嘛 他自己说过 务实了台独工作者嘛 所以对于这份民调 怎么看 其实赖清德的一个问题 主要在哪里呢 我看到一个绿营的朋友啊 非常有趣啊 他说这个赖清德 这个民调只是表示说 赖清德当总统的话 更有可能发生这件事情 但是不表示一定会发生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 这是一个打一个安慰剂吧 因为事实上来讲 现在两岸情况已经非常紧张 而赖清德的路线 很显然要比蔡英文要更加的激进 他的罩门在哪里 他的罩门就在中华民国宪法 在中华民国这个问题上 在中华民国宪法这个问题上 赖清德当时就应说了什么呢 请教左教授 他说中华民国宪法三大问题 第一个这部宪法是在中国制定的 是为中国而制定 第二个修宪20年来问题不断 第三个有中国思想 这是和台湾命运共同体冲突 那我想请问赖清德赖副总统 请问你如果当选总统 你要不要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你要不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他到今天为止 我也注意到他到今天为止 没有对中华民国宪法表态过 其实你看像昨天在那个新北市议会 市议员就问那个侯友宪说 你对一个中国的看法 我觉得侯友宪这句话就答得很漂亮 而且是执重赖清德的要害 他就说一切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就讲得非常清楚 他是在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里头 有所谓这个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 非常清楚 他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架构 那你如果觉得对这个有问题 应该去回去问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也曾经这样说 但蔡英文的问题是 他没有真正的履行 没有履行他的承诺 他没有真的去遵守这部宪法 但即使是蔡英文 他也都不敢讲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去查过 他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 但是你看赖清德 他开口就讲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一点侯友宪也跟他不一样 侯友宪就讲了什么 侯友宪讲说 台湾是我的家园 我们的家园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国 根据我们的宪法 我们的国号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这是为什么 大家会对他担心的原因 第二个 他的个性是比较冲动的 所以有些人会把他跟阿扁 去做比较 真的是 因为你看他作为一个行政院长 你怎么可以讲出来说 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呢 就表示你在行政院长 这个位置上 你要消灭中华民国吗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 跟他身份不符的讲话 这也就展现了他的个性 所以大家会有这个担心 不是没有道理 而且这种担心 不是不会造成危险的 它会让两岸更加危险 现在已经是这么危险 我们现在起火都来不及了 结果还有一个人来踩油门 那怎么不危险呢